根据新庄护证事务所最近指出 新北市将近还有三成三左右的民众 还没有完成报税的动作 指出最好提醒可以使用这个自然人凭证 来完成报税的作业 真的是省时又便利 为什么呢 请看我们的报道 新北市目前报税率67% 还有三成三的民众还没有报税 新庄护证事务所提醒 伤未报税的市民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申报 24小时不限时地15分钟就可以完成报税 有的自然人凭证非常的方便 尤其现在是报税期间 藉由自然人凭证 你可以抓取你的相关的所得资料 那24小时都可以在线上申报你的综合所得 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 为鼓励民众使用自然人凭证申报 5月报税既在全市设立39处申报点 还推出五人酒团道府收件及行动申办柜台 单单是5月至今就发出高达5.5万张 是平日平均发卡量的10倍 险间利用自然人凭证报税 已经成为趋势 那因为现在是5月报税期间 很多人都会来申请身份证 那如果民众觉得就是说 需要我们道府服务 只要你纠团5人 那到我们护所来申请 我们都会乐意道府服务 有些民众可能因为上班的关心 难以零规办理 新装护证事务所将平日服务时间 延长到晚间8点 也建议民众多加利用 有家的新闻新装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